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结婚后发现他总是和我对着干 我想创业他不仅不帮我还拖我的后腿 我觉得我们的思想根本就没有在一个频道上 而且现在他对我和孩子也越来越不上心 家里的所有事都是我一个人在操心 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累 很累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曾先生 33岁来自四川 网约车司机 有请 张女士 29岁来自四川 金融服务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啊 8年了 孩子多大了呀 孩子7岁了 你好像对这段婚姻不很满意 是吧 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最初我和他认识的时候 我没有涂他的钱 也没有涂他有没有房 我就觉得我们俩啊 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可以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下来了 因为也有几次创业嘛 然后失败 越来越觉得我们俩不同频 就越来越多的矛盾 就是这样子 那就说说吧 什么矛盾啊 怎么不同频了 我和我老公认识过后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亏欠我们 我们家的真的是 亏欠啥呀 我婆婆爷爷从小带我 我觉得长大了过后 应该就是通过我们俩的努力 能多去赚一点钱 让我婆婆爷爷 就是让他们想一点福 但是就是我和我老公 就是因为没有钱嘛 我就需要去创业对不对 然后创业的时候 第一次开到那个彩票店 因为我们俩自身的原因 就是他每天喜欢去买 我也喜欢刮那个刮刮奖 然后第一次我们就失败告终 等等等等等等 人家彩票店都开得挺好的 到你这儿就开败了 败的原因是 你们夫妻俩 在自己的彩票店里买是吧 对 挣点钱全买了彩票了是吧 那不就是为投机吗 然后就是后来 我又去做谈发嘛 反正就是亏了过后 他就是马后炮 他说我当时说你 你也不听呀 反正我就不懂你 但是他就没有给到我 什么实质上的意见 又创业失败了是吧 对啊 后来吧 我就没有开了 他要去做那个驾校的教练 挺好啊 驾校教练 那个时候就需要自己去买车嘛 要9万块钱 没有钱我去给他借呀 对吧 教练当得怎么样 挣钱了吗 第一年才去的时候 基本上没挣了什么钱 第二年挣钱了 挣钱了不就对了吗 然后第三年的时候 刚好又遇到2020年 就是赚不了钱 你让他不做 他还坚持到做 他就觉得 他就觉得 那个工作挺好的 他就按一现状 他觉得挺安稳的 什么事情 他回到家 他也不过 那我开店感觉赚不了钱 我就马上就不开了 就去值 但是也许你要再坚持个 三五个月 也许你那盘发店特别好 不行 因为我当时是那个位置没有找好 后来我也总结到自己的原因和问题 行 那怎么了呢 就是因为当时那个让他不要做教练的时候 我们就吵了很多很多次价 差点就要步入离婚了 就是因为为了孩子嘛 他也有改了现在 然后坐网约车司机 那不就行了吗 是这个样子的 孩子他也不管也不问 他要不回到家就是葛优堂 要不就是坐到那里看守去这样子 这得批评你了 你这就就是把孩子呀 但是现在我已经改了 我现在已经改了 改了哈 就是因为吵了架 吵了很多次价 就就 你吵了改了不就行了吗 伤心疲悲 对 我还给他买了很多书 他看不进去 我就推荐他去看 但是他真的看不进去 我就推荐他去听那个音频嘛 他不但不听 他还感觉我老是强迫他做 他不想做的事情 他让我去创业就是 今天他去吃一个冒菜 他就想让我去学做冒菜 然后开个冒菜店 他今天去买个蛋糕 然后他就想让我去学做蛋糕 明白 明白 就是在他的眼里 你基本是个哆啦哀梦是吧 他就想让他看什么赚钱回来 他看什么就想让我去做 就可以做是吧 对 我说我不会 然后他就让我去学 我说学了过后不一定 我开着店他就生意好 你们俩现在这收入多少啊 两口子 像我现在跑网络车 如果每天努力地跑的话 每天还能跑个三四百块钱 如果有事当过的话 也就一百多块钱 那你这个一个月收入 三千块钱是有 不耽误的话 然后还要高一点 我现在做了三个工作 算下来三个工作五六千吧 你是不是嫌他不够能干 不是嫌他不够能干 我就觉得他做事就只做一个事情 但是你的收入不高的时候 那你有空闲的时间 为什么要去玩手机啊 他玩手机 我说他的时候 他就说那你玩手机 你不说 我说我玩手机 我再卖东西啊 卖出去了吗 卖出去了啊 每天都有收入啊 每天都有好几块的 你们夫妻俩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我觉得我和他认识这么多年 我还觉得我挺委屈的呢 他根本都不理解 做销售有多难 你知不知道 就是我的每一家每一家 去给别人搞退校 就是在这一家 这个有什么好哭的呢 你不知道 就是在外面 可是有什么不知道的呢 就是在外面碰壁的时候 回到家 没有人爱慰你 然后老师 你吵架 就是这样子 他根本就不能体会我 你知不知道吗 真的是 但是就我做销售吗 可能就就就是这样子 我今天去到这一家讲了 你去到这家 你一定会碰壁啊 就去下一家呗 下一家还是碰壁 这谁的工作不都是这样吗 工作里不都难吗 你你那么失控干嘛呀 他说我不理解他 但是我真的理解他 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别人 怎么安慰他们 我就说你不要去想那么多 他不干他不买啊什么的 就算了 不要想那么多 那你就不知道做个饭 我我在屋的家人要做饭啊 做饭洗衣服 那是吵架过后他才做的 他之前都没有做 行 行 那还有啥委屈 第一啊 我每一次需要他帮助的时候 他总是 反正就是帮不了我什么忙 然后我遇见问题 我给他说需要他帮我分析 或者是出主意的时候 他要不就是不会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真的是每一个节日 他疑似感真的就没有 因为我是一个 就是说从小 可能说比如说今年子 我们过一个端午节 我一年可以不吃粽子 但是在端午节那一天 我就必须要吃粽子 从来没给我送过一束鲜花 真的是 然后连发红包都是 我跟他吵架过后才给我发的 他老实说 你总是喜欢说别人老公怎么样 我说我没有去跟别人比 我就给你讲一下 那为什么别人能做到 为什么你不能 你可以借鉴 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向他学习 是不是吧 我这么问你一句啊 就这个男人有让你满意的地方吗 没有 休了呀 有想过呀 但是为了孩子呀 不用为了孩子 我觉得那样子单亲家庭 孩子的身体发育都不健全呀 对不对 怎么就不健全了呢 精力不健全不健康呀 那要是这个 那个外表可能是长得 都是渐渐康康的呀 对对对对 要不缺少父爱 要不缺少父爱呀 对对对对 他要万一碰到了一个 大了一个孩子的思想以后 肯定就很偏激嘛 他万一要碰到了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里面的 有一个人心里就是扭曲的 他不是更倒霉吗 那不如那个人不在吗 不是扭曲 为什么吵这么多架 比如说啊 他刚才说过的嘛 你先别说他说什么 我们俩这道理还没论完嘛 是 就是在家里面 一对夫妻天天争吵 你觉得对孩子好吗 不好呀 我给他说了 我们不要吵架呀 那通常是谁吵呢 通常就是这样子 通常是谁吵 我相信以他这样 他不敢吵 你敢吵吗 他不是吵 他就是那个态度问题 还有就是他那个表情 就是做得一股痛 通常在家里谁吵 我说了过后 他要不就不理 要不就就是摔东西 那我肯定接受不了啊 摔东西对孩子产生的 心理压力好大呀 是是是 所以我们来看 那个模式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模式啊 我不满意 我说你 说了之后 要不然沉默 因为说不过 要不然实在气愤了 摔东西 他摔的东西 你更气愤 争吵被放大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行 他说了 要没孩子 早跟你离婚了 早跟你休了 这事你知道不 我知道 今天在舞台上的这个妻子 有没有比较接近 生活里的老婆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也是 就是现实生活里 也是抱怨会比较多 对 会数落你 对吧 对 行 我再问您几个问题啊 在你的想象当中 你结婚八年 就是你结婚的第一年 你想的八年之后 或者十年之后 我们家会是什么样子 你憧憬过吗 那个时候 我就想 我们俩分的八年十年 肯定能买一套 属于自己的房子 房子 所以说才会去创业嘛 还有就想的是 你俩的生活肯定是 我们买了房子 我们可以过 我们想要的生活 然后每一年 孩子放假的时候 我们可以带孩子去 旅旅游呀 然后平常的时候生活 要不就是 他多赚一点钱 然后我呢 也要赚嘛 因为我的性格 这么多年 因为做销售是把 我逼出来了 你知道吗 真的是 你在一个环境当中 就是弱肉强食你 你知道吗 销售都是 所以你是个弱者 都是看 到今天为止 你销售也没销售出来 如果你坚守八年的销售 可能你会像曲总一样 大销售 是吧 你没有坚持啊 你放弃了呀 而且我听你 每一份工作 都是草草了事啊 这个不说他 我刚才问的是 你对未来的憧憬是什么 你说在结婚的时候 曾经憧憬过 你们需要有一套房子 需要在假期的时候 一家三口 可以去休假 先生可以能干一些 多给这个家庭 带来一些收入 我觉得这种憧憬 都没有问题 现在咱们想 有几个指标实现了 一个都没有啊 那你觉得主要原因怪谁 我觉得他做的工作 其实都是不稳定 因为我做的工作也不稳定 我们俩都不稳定 要不就是他那个 你嫁给他的时候 他有稳定的工作吗 他那个时候还好吧 还稳定呀 做什么工作呀 超市里面送鸡蛋 后来为什么不干了 我们结婚过后 他有小孩了过后 我就换其他工作了 因为他现在 做这个网约车司机 他也是每天 单量也不固定 然后收入也不固定 我就让他去学东西 因为我 他做了多久 网约车司机了 就今年 就今年才做嘛 几个月 二月份开始的吧 你知道网约车司机 也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吗 他只有长跑 用心跑 才有可能知道 什么时候哪出单 在哪个地点 能接到更多的单 你了解这一些吗 我知道什么时间 是高峰期啊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跟他说过 因为我也有打车 他也都说过 好 我再问你 高峰期在哪啊 为什么有些网约车司机 在高峰期的时候 恰恰不去 最需要车的地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里堵车 效率最低 研究过吗 你也没研究过呀 你除了抱怨 你还会什么嘛 用两年的时间 让他学一门手艺 什么都不干 行吗 不行啊 肯定不行啊 为啥 我让他去学那个 好 接着我还要问 接着我还要问 他只用半年 他都不去了 两个月时间 我让他去学 他都不去 我当时说了 因为你老在瞎指挥 你这么抱怨 这个家庭 你可以离开吗 你带着这么大的怨气 这个家怎么往前走了 家人都听你的话吧 没有 我爸我妈还随时说我的 你还想让你爸 你妈听你的 没有啊 随时就说我呀 我爸总感觉 别人家的孩子 都挺有出息的 总感觉养了我 都没有出去 这是你爸的问题 在他看来 在他看来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怎么就那么懂事 然后感觉我就没有别人有本事吧 别人找了老公也挺能干的 我找了老公 我们俩随时的开支 感觉就除了用的就没有多的 就这样嘛 想给他们 你在生活里面除了抱怨之外 我没有结婚之前啊 我每年还要给我爸妈 他们买东西 买衣服 裤子 鞋子 我跟他结了婚过后 就非常的结 结局就没有给他们买了 不是 我想问一句啊 我想问一句啊 这个老公是谁拿着枪 顶着你的脑袋 说你必须嫁给他 要不然就把你崩了吗 当时没有啊 那个时候 因为我的性格嘛 比较急 我感觉他就比较 不着急 比较沉稳嘛 我就觉得我们俩 性格挺合得来的 话而言之 这是你自己看上的 对吧 我当时觉得性格合得来嘛 那现在性格合不合得来 现在就是不合啊 就是因为同步了 现在性格不是还是合得来吗 你还是那么急 他还是那么慢嘛 就是同步了 凭我说的啥 他根本就理解不了 有些时候 不是 你说的我也理解不了 在生活里除了抱怨之外 你觉得你现在生活 还有什么好的地方吗 有啊 说说好的 每一次反正过节日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我婆婆爷爷还有我爸妈 我们一家人都会在一起吃饭 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一家人都会在 我是一个就特别注重 家庭温暖的人嘛 因为我觉得从小 我就感觉爸爸妈妈 没给我多少的爱 然后我嫁给老公 也没有什么爱 然后我每天出去上班 也挺辛苦的回到家 我跟他说 他也理解不了我 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他晚上说 叫老打呼噜 然后有些时候 给我吵着我 我说的是美好的 我说的是美好的啊 说美好 说美好 有吗 我想不想 你老婆这样你还喜欢吗 喜欢我肯定喜欢她 不然的话我就 我也不会跟她来这里了 就是想让老师调解一下 你还想跟她过吗 想啊 那你跟她在一起过累吗 心里真的很累 回到家 我都不知道有时候怎么说话 有时候稍微不注意 一说一话就把她惹分析了 你怕她吗 她是有点怕 这老公多可爱啊 你要换一个其他性格的仙人 可能就不这样 也许她的这种 你眼中的一事无成 你眼中的能力不足 你眼中的不够浪漫 恰恰是你们这个婚姻 最稳定的一部分东西 我就给您提一个要求好吗 先把您脑海当中的 好多好多的想法 先放下来 先清空 然后你多听听 老师们怎么说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爸妈不爱 老公不疼 是老天对你不公平是吗 命运对你不公平是吗 所有的凄惨 和生活的不如意 都是您自己造就的 跟你过日子呀 真难啊 生活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特别地难 你的心里面想象的 那些的生活的样子 和对生活的憧憬 你得自己努力去够啊 你不能把所有的希望 都架在别人身上 你只相信 你认为的是对的 别人说的 或者别人做的 什么都是不对的 然后只要是不对的 您就开始抱怨 这个不对是不符合 你吸正多逻辑 除了抱怨 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也没有能力去改变 我也不会想去怎么改变 我告诉你 生活越抱怨越糟糕 你的先生 你的老公 从和你结婚那一天 开始到现在 你对他有过认可吗 对他有过满意吗 有说过看到过 他的不容易吗 你每天说你出去碰壁 他每天在外面开车 你有体谅过 他的不容易吗 你要让他学习 让他看书 他学不进去 看不进去 我觉得他给孩子 做的最好的一个榜样 就是爸爸开着车 能够早上送你 晚上接你 也是今年他接啊 你看 去年还是我接啊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就要说了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 看不到别人的改变 认可不了别人的改变 我知道错了 我认错了 我改了 不行 你错就不行 你不允许别人成长吗 拜托别人成长了之后 求您给他一点 肯定可以吗 你一直在打压他 打压他 为了证明什么呀 他室友做的不对的地方 室友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人家最难能可贵的是 老婆说了我做的不对 我就改 我改了也不行吗 我改了还得不到 你一句好听的 还得不到你的表扬 那我改了干嘛呀 我还像以前那样 反正到头来都是唠叨啊 把老婆的话 当耳旁风的男人 多了去了 所以这就是你身上 最大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抱怨 第二个问题 别人改了也不对 怎么样是对的 所以您要是不满意呀 就赶快趁早离了分了 您去找属于 您想要的那种生活 您不是说一个人 过日子挺好的吗 那您一个人去过吧 谢谢 我说一句比较残酷的话 一个人过怎样的生活 是因为他的能力 只配过这样的生活 你们这八年的时间 尝试了很多 但是你们所做的 任何一次创业 任何一个行业 你学习过多少 钻研过多少 只不过是尝试一下 三个月发现 哎呦 他一个开网约车的 他之前学过这些吗 你只要看着人家那个挣钱的 你就让你老公去学了 然后发配到说 你一过学 学俩月 回来之后也给我开个店 这不可能不现实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非常深的 在这个行业当中的 知识的积累 和行业背景的 这种学习的话 他就算是草草上马一个店 他也挣不到钱的 而且有可能 把你们家里的钱赔得更多 目前在你们这个年纪 然后想要赚到更多的钱 需要的是积累 那这个积累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自身的职业技能的积累 其实你们两个人 现在目前干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很难让这个收入翻翻 为啥你们干的 都是特别特别初级的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活 你老公开网约车 他只能说 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 以前工作八小时 现在工作十二个小时 有可能他的收入会提高 那你现在做的是什么 保险销售 电话销售 只能不断地去打电话 然后我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 有可能我的业绩 能够提升一点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如果你们家庭当中 想要赚钱 想要改善经济状况的话 你不学点东西 不学点别人取代不了的东西 你是不可能赚到钱的呀 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你 职业技能提升的一方面 您是一个电话销售 您连对方的话都听不明白 你想 你怎么可能卖得出去 更多的东西呢 学会沟通好吗 姑娘 接受一个老销售 和小销售的沟通 听得进去吗 哦 我还没说呢 你为什么就表示听进去呢 为什么他说了那么多的话 你都冲比较了 当你接受了自己现状的时候 你就会放松下 你的老公现在经历的 就是你从小到大经历的 你老公现在还没崩溃 因为他是成年人 而你是在 来 我们一起见证 《谁对日》夫妻的浪漫是 四川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庞22岁 来自四川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一看这两张脸 杀气腾腾 咋了呀 你问他 就是我很不喜欢 他现在做那些工作 就是他经常和那些异性 一起工作 啥工作呀 做过那个桌游店助教 陪着那小哥哥一起玩 然后还加人家微信 跟人家聊天晚上 不是 我觉得客户加微信 很重要吧 那他下次怎么找我呀 不加微信 那你跟他说你单身 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大家都懂吧 就是他既然找你陪玩 肯定对你有些幻想呀 我要说自己不是单身 绝对没有人会找我 这个你应该知道 而且他还做那个主播陪玩 也是就在那些男生面前就卖萌 你觉得我在你旁边听着这些 我能舒服吗 但这是客户需求啊 那我得顺应市场的这个需求啊 他们想要什么样的 我就得演成什么样 那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一个人 啊 就是他只是依据网络 在线上还是说他线下也会做一些 对就是我就是想说他线下 线下他偶尔还去酒吧做七分主嘛 然后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提分手 结果我问他 他说是他跟那个男生玩游戏 玩那个大冒险 然后输了就要跟我闹分手 但我不是后面给你解释了吗 也把你微信加回来了 就一个游戏啊我觉得 游戏游戏就可以随便提分手嘛 我是那种你认得就可以捡回来 这种东西是吧 但是反正我是那种愿赌服输的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就这么闹一下有什么吗 这么久了都没提过分手 你因为一个游戏 我觉得你太小肚鸡肠了 我说真的 而且他还有一次 就是他同事也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接他 说他喝醉了 我刚过去 就那个男子就摸他头 我说的人家只是在照顾我 他照顾你为什么摸你头啊 他不扶着我我都要倒了 你就让我摔地上 而且你也不能一上来 就算你去打人家呀 我没打他呀 我只是想上去跟他理论 那保安就直接给我轰出去了 你说要是那个保安不轰你 你还不打他 本来人家说好了 给我推荐个工作 你这样一闹我们都特别尴尬 这个工作也没了 行 你能理解男朋友对你的这种 男人叫担心 女人觉得是小肚鸡肠 你能理解吗 他 他现在是说出来了吗 在大家伙面前 但其实如果我跟他吵架 他是一句话都不会说 然后直接冷暴力的 就是两三天 你也不会跟我说话 你也不会跟我说话 说了也是吵架 那你跟我说过吗 吵架有什么用吗 你说呀 我说过呀 你改过吗 之前你还不是一样的去上班 不是我的工作 我改什么改 我不吃饭了 而且他这个人吧 憋在心里就算了 他主要是干嘛呢 他要把我俩之间那些事啊 全部都告诉他兄弟 然后特别喜欢折损我的形象 说什么 我不爱收拾屋子 我乱花钱 然后跟异性走太近 就有一次我俩去逛街 看上了一副耳钉 特别漂亮 然后也挺便宜的 我让他给我买 他说哎呀 这个特别好看 特别适合你 就给我买了 就完全没有心不甘情不愿 但是一回去 他就在他兄弟群里面说 哎呀 我身上本来就没什么钱 他逼着我买的 然后现在他那些兄弟 都叫我耳钉女 哎呀 男人之间嘛 你还不能让我们这个 喝点小酒 诉点小苦 这有啥 你们不也跟闺蜜说吗 是不是 对呀 但是他当面没告诉我 就没有表露出任何的不愿 背过来又说我 不那天你在店里边 那么多人 我肯定要给你面子呀 那个服务员一直在那儿应恨你 你带这个好看 带那个好看 不给你买的 那不成什么了吗 不不不不 你搞错了 你这个维护的不是我的面子 是你的面子 你知道吗 哎呀 现在的女生很厉害啊 这不是个事啊 我没有刻意要贬损你 没有这意思 不是 他自己也心虚 我就是背着他了吗 然后后来就跟他兄弟研发了一套那个暗语 说画那种表情包啊 就暗示我怎么怎么不好 但我都看得出来 什么暗语啊 你这不对号入座吗 你当我不上网啊 你当我和网络时代脱轨了 我这儿有那个图 你们看看能不能看出暗语啊 来 问好惊叹好 喝酒吗不是 是喝酒吧 是 母老虎不在家 是吧 母老虎在家 母老虎在家 后面那猴子是啥意思 你自己跟他们解释 分身乏术 分身乏术 你看这个暗语 分身乏术 下面呢 眼睛前啥意思 他说 代家媳妇见前眼开 那我朋友说的 然后呢 白白了吗不就是 这是两个 时钟加个白白是啥意思 他说 早晚跟我分手 然后那个又说啥 他朋友说你吹牛 他说 我又在吼他 母老虎又在吼他 拜拜 下次再说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跟你破解了吗 多个女 那不开玩笑吗 你现在又承认了 这个是在网上 是有一个密码本的 还是说你们自己编的 自己编的 多有意思 现在的孩子 不是 你为了应和我 你真的也挺聪明 不是 这不挺好的吗 你不是这生活多有情趣啊 他编码 你猜码 破译破译感情 不就好了吗 那现在这男的很鸡贼啊 他真特别鸡贼一个男的 他现在还欠我一千多没还 就是我俩去吃饭 他拉着我硬要玩那个坦白局 什么叫坦白局 对对对 他就说不计前嫌 我真的觉得以前的那个感情经历啊 告诉他也无所谓 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然后我们就玩嘛 一百块钱一件事 然后他玩了后面就耍赖 不玩了 欠了我一千多 不是 我当时我就想跟他玩 可能我说个四五劲出来 然后他说个六七劲 就一两百块钱就差不多了 结果他比我多了十多件事出来 我觉得特别委屈 但是你自己定的规矩啊 你得把那个钱给我呀 然后你还骂我 你觉得啥委屈啊 他说那么多 那个情感经历啊那些 哦 没想到他有这么多 你只有四五段 对 他有十来段 对 也不是十来段 我没有那么过分 就是他会问一些别的什么 跟谁现在还保持联系啊这种 我还真没谈过十多个 哦 嗨 这不就玩嘛 和玩急了是吗 他后面还要骂我 但是呢钱也不借给我 反正我一直记着呢 那我就觉得委屈 就我不可能委屈还给你钱啊 对吧 他现在就生活当中抠门吧 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送他都是潮牌 然后鞋子 就是做足路功课 一定是男生喜欢的那种 然后他送我 就是送护肝药 保健品 筋膜枪 然后完了还附加一句 你一定要好好减肥哦 弄得我很尴尬你知道吗 我送那些东西护肝药 因为你在酒吧上班 护肝药那些 不是对你身体好吗 那可以 你平时送完 那么有仪式感的一天 我的生日 那么漂亮一个大蛋糕 然后旁边摆一个护肝药 朋友圈我都不敢发 我就不好意思 理清情义重 理清情义重 不是 你这个就是抠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的 丢了十块钱 他背上了两天 而且一定要从那个生活中 各种细节中 把那个十块 是陪他来的是吧 对 他特别想来 你来干啥来了 我就觉得我跟他在一起 感觉没 固然之间觉得我自己老了 就是跟不上时代了 一个是你们聊天截图 那个密码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们的这些职业 我就觉得不是我生活的世界 我说说我的理解啊姑娘 我觉得你说的所有的 刚才那些工作都没有问题 但这个工作的前提是什么呢 不能因为我做这个工作 去影响到我周围的人 让我身边爱的人心情不舒服 既然你选择 进入了一段稳定的恋情 就麻烦你要尊重另一半的意见 要在意另一半的感受 包括男生的底线也有问题 你既然不满意他的工作 你觉得你受到了威胁 或者你没有安全感 你应该及时制止 而你在做什么 赚更多的钱 来去支撑他这样的生活 那你就是认可他的工作 你既然认可他的工作 你就不要抱怨那么多嘛 你不是也接受人家的工作嘛 所以是你的底线 决定了你现在的位置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 为什么这么宽容 为什么要求这么低呢 我觉得其实是没多少爱嘛 就是那种很浅层次的喜欢 就是大家在一起 就是彼此图个舒服 是吧 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人 真挺像的 刚才这个姑娘一直说 工作就是工作 我没有其他的歪的 其他的想法 但你的男朋友说 你经常在工作当中 跟男性的客户说 你是单身的 你不承认你有男朋友 如果你认为这些男客户 对你没有其他的想法 为什么要隐瞒自己 有男朋友这件事呢 其实你还是会觉得 他们会对你有一些些的 暧昧的 甚至是想要越界的想法 你想通过这样的 自己单身的这种状态和谎言 来获取更多的利益 所以你的这种状态 包括你说你每天晚上 出去喝酒 跟人家喝得烂醉如泥 你男朋友说他能接受 他说他只要在家里 不要对我大呼小叫 就可以了 就凭这一句 这个男生一点都不爱你 如果一个男人 真的爱一个女人 他接受不了 他真的不爱你 但是你也不爱他 你要是爱他的话 你也不会选择 每天过这样的生活 选择去干这样的职业 所以我是觉得 你们俩在一起 就是一对这个玩伴的关系 其实你们俩的生活目标 都是一样的 你们都不喜欢那种 有安全感的生活和伴侣 那种稳定的工作 他不选 他选择现在自由的职业 然后他选择一个 这样的职业的姑娘 能够给他带来那种 不断地刺激的感觉 他就追求这个 如果你们的 所有的追求是一致的 我觉得你们就回去 好好商量商量 彼此的度在哪里 互相之间照顾一下 也许你们俩还真能 白头偕老 其实我不太想说爱 因为肯定是没有 我想说的是另外 加一个字叫自爱 而我什么时候会认为 最不堪的自己 居然是最真实的我 我们讲亲密关系 既然讲关系 其实最核心的词是互动 好坏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 爱和不爱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 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你们在这个互动关系当中 你们怎么去动 这才是关键 剩下的时间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你的职业吧 我也不是过分地要求你不做那些 但是就是你先要求你在家里面 也像对他们一样那样对我吧 我呢以后也会去好好找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你不是学表演的吗 那些喝酒啊那些工作你就先辞掉 先找一些这种表演相关的工作做 那人家叫我跟祖 我也不想去啊 去外地三四个月 我也不想离开你 那就找个近一点的吧 要不是你老是不理我 不陪我说话 我用那招跟别人去说话吗 我还去做那种付费服务 我也希望你多陪陪我 就一吵架 什么也不说 关上门谁也不理 你要跟我说话我也可以 对吧 行 你这个笨蛋 他对你不同才对嘛 他用那个方式都对别人对你 那你不就跟那些客户是一样的了吗 只不过那是付费客户 这是免费的客户嘛 哎呀你这个笨蛋 还有个记住米娜老师说的话 为什么要让最亲近人看到 是你最丑的那一面呢 有什么好呢 对不对 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吧 来请关门 我们节目组唯一的观光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点报名 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做何选择吧 请开门 请开门 接下来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年轻朋友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APP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老师 一起进入金庸民中央厨房 走进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我女朋友在恋爱中爱折腾闹事 做事呢 只遵从自我的观念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我觉得太累了 提出意见以后呢 自己还是毫不在意的继续作闹 我就提了分手 分手以后 她也不愿意接受事实 继续死缠烂打 危追堵决 我实在是太窒息了 我该怎么办 跟您说呀 没有分不了的手 只要你态度决绝 任何一段感情 都是可以分手的 你不要一边给人家希望 一边喊着 我受不了 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 要再一次地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了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